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是亮仔 最近中国女排在香港的赌场是2比3遭遇了意大利女排逆转 非常遗憾输掉的比赛 遭遇了本周比赛的两年败 也结束了本周的征程 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球迷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也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女排和2比3遭遇对方逆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要想知道答案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郎平之前对于中国女排的一番评价 以及蔡平在赛后的采访提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话 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对方压制的 我们一度频频取得领先 但是很可惜这个比分一直紧咬着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拉大 那么在后续我们看到中国女排在2比1的一个情况下 被对方逼平最终输掉了比赛 其实这个比分的不断的变化恰恰就说明了 在整体的一个心态方面我们没有对手那么强大 关于这一点其实郎平在之前也曾经强调过 他认为中国女排整体的一个实力是比较不错 那么唯一就是需要调整的是心态 如果心态调整好 中国女排的水平完全可以发挥的更高 大概的一时是这样 所以其实郎平当年对于中国女排的一番评价 现在来看真的是一语成诚 我们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 尤其是到了后面的决胜区 因为太过在意这个比赛的胜物 太过在意在主场不能输掉比赛 最终反倒是输掉了比赛 那么这个心态的问题确确实实没有调整好 也让我们吃了大亏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改正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如果说中国女排以后 不能够把这个老毛病给改正的话 没有一个强大的心态 你根本不可能重返世界的巅峰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致命的 另外一方面在比赛结束之后 蔡斌也是重点提到了 中国女排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关键球当中没有能够把握好 几局的关键分都没有能够抓住 就像刚刚所说的 中国女排是有机会拿到胜利的 但是你在最重要的那几个球发挥失衡的话 你只能够接受这个惨败的结果 所以蔡斌作为主帅 应该是看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透彻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 因为整体中国女排的表现不够给力 我们看到了 包括队长袁新月在内的三个球员都遭到了批评 分别是袁新月凋零椅以及王云露 那么这三个球员在打弱队的时候都有不熟的表现 但是往往打强队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失误不断 丢掉了很多得分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 这一次除了心态的问题之外 自身实力的水平问题也得好好重视一下 那么过往可能朱天的存在 是成为了我们中国女排遮羞部 但是他一旦缺席之后 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的 我们也只有说 把这个问题给改正 将来才能够走得更远 毕竟我们不能够一直靠打弱队来刷存在感 我们还得向前去迎战强队 才有机会站上领奖台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